Hello,大家好,我是小鹏 苹果和Sony正在合作为PS5用户提供另一个为期6个月的FTP Plus免费试用 并为PS4用户提供为期3个月的试用 这并不是索尼第一次向PlayStation用户提供免费试用FTP Plus 但这是近一年多的首次优惠 另外,截止的时间是这个月的31日 否则已将错过此次优惠 现在就和我一起看看怎么领包括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如果你的App TV提示更新的话 建议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领取该优惠和你的PS5版本没有任何的关系 记住我说的话 也就是说无论你的PS5是国行还是其他版本都可以 另外和你的PSN在哪里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的网络没问题的话 打开App TV的App后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优惠提示了 但如果你是这样的画面 提示不支持了地区的话 说明你的网络环境不达标 可以试试全局或者单独设置PS5使用科学的IP 例如在OpenClash中的复写设置 打开自定规则 把你的PS5的IP地址填入 并指定一个策略组 比如我选的手动切换 在后台可以看到使用的是新加坡线路 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使用手柄在PS5中登录你的App ID 注意该ID是没有领取过优惠的非国行ID 而且你的ID余额需要大于或者是等于一个月的订阅费用 否则这里会提示你需要付款信息 搞定了这些以后啊 你就可以确认了 但正如我前面说的 你这个ID是没有领取过优惠的 不然就是这样 和我一样无法再次领取 你可以换一个ID就好 或者其他区的 一番操作后 你就能看App TV Plus平台了 领取后你可以在任何支持App TV Plus应用的终端上使用 比如在你的App TV 10K上 当然PS5也可以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这些感兴趣的话呢 记得给个一键三点 YouTube的小伙伴也不要忘记打个小铃铛 我是小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